真的要看到鄉親要注意 說每年都會固定時間出現的相機組的流程後 最近出現了第14號的晚上7點開始 共享著1點前可以看到120個左右 不一定可以看到這個採訊了 最近在頭上只要拿頭看天上 就有機會可以看到流程來下官 每年三大流程後 至於雙子組流程後 從12月中開始出現 以及在14號晚上會出現最大量 晚上7點開始就已經進入 雙子組流星雨的一個集大期 那適合的觀測時間 從7點開始一直到天亮 都是非常適合的觀測時間 田文官表示只要在晚上 找一個沒有外面更害 沒有受到附近應用的地方 不用任何關切識別 就可以看到雙子組流程後 上映文一分鐘可以看到120個流程 還有機會可以看到採訊的方法流程 這一次的流星雨裡面 因為它來自於一個近地小行星 那它流下的碎片 可能會還有許多其他不同的物質 那這個時候就有機會看到一個 就是彩色的一個火流星的現象 田文官解釋一般的流程後 是因為沒有一顆火車 才更快用 表面有這筋法流在軌道關鍵所引起 可是雙子組流程後來玩是小型車 可能是因為燒龍 或是雙子作用 採訊的大量水平 也是不正為它跟小型車 有關係流程後 明年建國100年 天上也很努力 在這三大流程後 五月份的寶貧座流程後 跟國慶前後的天龍座流程後 以及會有大部分 每點鐘上座 有750列 是非常精彩 記者綜合報道